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毅听见那男人如此说 惊吓后 脸逐渐地黑了下来 一脸凶狠地瞪着他 你再说一句试试 那男子旁边的女人眼睛通红 怒斥道 能不能少说两句 惊吓再次上前 怒道 信不信小爷再打你一次 旁边的警察实在看不下去 大声道 都给我做好 你还想打人家 你看看你把人家打的 他看一眼陆毅 对他道 你是他爱人吧 到我这里办理一下手续 赶紧把你妻子带走 陆毅按照警察的吩咐 来到这里签字办手续 那警察看了一眼陆毅 又看了一眼惊吓 突然间想起了很久之前的事情 不禁笑着调侃道 你还真是他爱人呀 那次在警察局 我还真以为你是他领导呢 警察局 惊吓一脸疑惑 问道 什么警察局 你不会忘记了吧 你喝醉了 说你领导伪斯安妮 便被代驾师傅送到了警察局 警察也记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了 隐隐约约记的是领导伪谢女员工的事情 之所以对陆毅印象深刻 那是因为陆毅一直黑着脸 神态很是不友好 才让他记忆犹新 而今日一见 看来当日确实是误会 那警察不禁摇了摇头 怪不得这老公总是黑脸 这媳妇也是真的魔人 谁家媳妇能把自己老公送进警察局呢 今下听见警察如此说 只觉得一脸懵 他何时把陆毅送进警察局了 他可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疑惑地看卓陆毅 等待卓陆毅的回答 无奈陆毅根本没有看他 他只是按照警察局的流程完成了手续 便带着今下离开了 斥责 今下小跑跟在陆毅的身后 等等我呀 走那么快做什么 今下一边追着陆毅 一边轻声换倒 不走快 难道还想住这里不成 陆毅只觉得无奈 那日丢脸的事情被提起 他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你告诉我下 那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来过警察局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今下追上了陆毅 拽着他的胳膊问道 陆毅就知道 按照今下的性格一定会喋喋不休地问个没完没了 我问你 今天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被带到了警察局 陆毅转移了话题 别提了 那个男人 我真是见他一次想打他一次 今下气嚷嚷嚷的道 原来 今下开车追尾了一辆车 因为前面的车急杀 虽然是前面车急杀 今下心中有气 但是他也知道 追尾就是他的责任 他便下车也道了歉 也查看了现场的情况 本来那名女子也挺善解人意的 没有说什么 双方决定私了 今下赔偿点修车 费用便好 可是 车里面那名男子却不依不饶 今下心情瞬间不好了 这也没有什么 最让今下觉得可气的是 那名男子居然打了他身边的女人 这就是家暴呀 今下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他气得不行 直接拿出自己跆拳道 黑带的气势 将那名男子给揍了 这下好了 不仅仅交警出动了 就连警察也出动了 今下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时地告诉了路易 说得义愤填膺 路易听完 忍不住斥责道 那你也不能打人呀 还敢打男人 你知不知道 就你那点花架势 他若打你 你根本就不是对手 路易听完只觉得胆战心惊 跆拳道黑带 又怎样 两个人打架终究是力气至少 若是没有力气 怎么可能赢 若是那男子打了今下 路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那名女同胞被家暴吧 今下不服气地道 你还不服气 你想帮他 有很多方式 你直接上手打人 还不知错 路易再一次凶道 好了 好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今下看着路易生气了 便哄他道 真的知道错了 路易再一次问道 知道了 知道了 今下撒娇地道 这还差不多 今下的服软让路易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谁知道今下继续道 下次我要再打人 我必须要找几个人才行 路易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道 走了 回家 好奇的今下 今下道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为何我们会一起来警察局呢 路易道 没有为什么 今下道 不对 那个警察明明说我们来过 路易道 他记错了 今下道 那我去问问他 路易看见今下转身要回去 立刻拉住了他 无奈地道 走了 回家 今下道 那你告诉我 路易道 好 今下道 这还差不多 路易无奈 只能将当时的事情告诉了今下 待今下听完后 便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想到 路易居然还这样狼狈过 路易看着哈哈大笑的今下 真想抱打他一顿 无奈却舍不得 只能大声制止道 别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 嗯 不笑了 虽然今下口中硬撑着 但是却依旧笑个不停 走了 我先陪你去取车吧 路易无奈地道 好呀 好呀 不过我不打算休了 直接卖掉吧 今下笑嘻嘻地道 怎么想卖了呢 路易问道 买的时候就是一个二手车 之前总是坏 虽然最近不坏了 但是发生过车祸了 不吉利了 我想着卖了算了 今下如实地回复道 哦 下集提醒 今下指责路易败家 何出此言